這對鱷魚鞋可能是無數人心目中醜樣的經典 它被時代周刊評為五十大最糟糕的發明 亦試過陷入破產邊緣 你以為它從此消失 它十幾年後還成為了當紅的時裝項 有人襯衣穿它,連走紅地毯都有人穿它 2021年收入還有乘23億美金 總之我自己會覺得這鞋是很噁心的 超級噁心的 我覺得很棒 很帥啊 有人還試過穿Cross跑馬拉松 我們又實測它是否真的那麼舒服 渣打、10K、半馬、團馬都有跑過 這對鱷魚鞋是如何殺出血路 在谷底反彈之後還殺入了時尚街呢 My plan is blue, my brand is you 今集要介紹的牌子就是它 Cross 快點 快點 爽手啊 星期六日就是了 11、12號 我們會在尖沙咀 LCX 派這個和十字牌 Grossover的黃金薑鞋 詳情看下面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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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拖鞋的樣子 橡膠的質地 鮮艷的顏色 鞋面還要有一個個的洞 見到這對Cross Crock 應該很多人第一時間都覺得他很醜 有些笨絕和膠膠的感覺 他醜在就是他整對人工物料 然後有很多很多洞 如果我迫你穿這對Cross出街 你夠膽去什麼地方 你叫我去什麼地方都夠膽的 你叫我折 你叫我折 醜樣的仆街 好像在醫院走出來 這對醜出國際的鞋 除了被評為50大最糟糕的發明 還有網民生氣得幫他成立了一個Facebook Group 叫做 I don't care how comfortable Cross are You look like a dumb ass 有超過百萬人Follow 那大家有沒有好奇過 究竟這對鞋一開始 為什麼會有人穿呢 其實你又不怪得他 Cross一開始沒有想過要被大眾出街穿 而是設計給蛙船愛好者穿 錯頭是憑這個功能性打開市場 他標榜的賣點就是 舒服 輕巧 防水 而清潔 原來這麼輕 比平常穿的拖鞋 會去沙灘 會去游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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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污糟容易清洗 洗澡的時候直接跟上去洗澡 拿個花灑噴完就可以了 究竟是不是真的這麼好穿 外國有不少人都測試過穿Cross做運動 不得不提的是曾經有美國的馬拉松選手 穿着Cross跑過兩次馬拉松 這位跑手Benjamin最近一次在2021年 穿着Cross用一個小時六分鐘完成背馬 還拿到第四 是不是真的好穿到跑步都可以 為了找出答案 我們決定實測一下 長跑愛好者何仔 他平時除了跑鞋 都會穿跑步專用的拖鞋來跑 那這種拖鞋是要怎樣的呢 前面有一點空位 因為有機會腳趾會磨到前面 材料要比較軟 希望它有一點承透力 它比較輕的 比普通球鞋會輕一點 那你現在穿着Cross 你可不可以踩一下 覺得有什麼感覺 感覺其實很舒服 我覺得它排起來 應該像我平時的拖鞋 我們請他穿着Cross 圍著足球場跑兩公里 看看他的腳會有什麼感覺 有沒有信心? 有 哈哈哈哈 有些意思 有些東西 都有些東西 讓測試 算是嗎? 為馬車 身體 身體 全部十分 拖在跑步 他後面有個位置幫我承托 我覺得是頗穩固 最大?輕 還有有彈力 很容易的 我也沒想過是這樣的 你覺得住來跑步都舒服? 都可以的 認真可以的 推薦? 推薦 又不是貴 不過他的感覺就不像跑鞋一樣 保護性可能不太好 相對比傳統的跑鞋 就這樣看來好像跑開步的人 都認同他夠舒適 夠輕 一隻Cross 大概是200g 即是大概三顆C型電池的重量 會令到Cross這麼好穿的原因 就是他的專利材料Cross Light 這種樹枝構成的物料令Cross更加輕和舒服 穿久了還會貼合腳型 一開始將Cross發明光大的人 應該都沒想過有人會穿著他來做運動 來自美國的三位蛙船愛好者 Scott Siemens George Bodecker 以及Lindon Hanson 他們發現了這雙加拿大公司出的鞋 很適合水上運動 就向這間公司拿了設計授權 還加多了條帶方便固定對鞋 之後拿去買 就在2000年後誕生了現在的Cross Clock 鞋面那13個洞 就是為了令鞋入面更加透氣和易清潔 Cross的名字就是來自鱷魚的英文Crocodile 因為兩者都有水綠兩棲功能 但還在水上運動以外都經常穿著它 令這個牌子慢慢廣受大眾認知 我們先看數據 Cross的年收入由2002年的24000美金 三年內一躍升到2005年的1億800萬 還在2006年上賣市 為何會這麼厲害 其實Cross的外型可以說是他彈起的原因之一 大家一起討論這雙鞋的外型 網民製作一些惡搞的memes 甚至罵他醜樣的時候 其實都令Cross這雙鞋更加廣為人知 那時美國前總統喬治布殊都有穿 一時年輕人標旗納耳又覺得OK 就買了一雙來穿 你有沒有穿過他去認識女生 是穿這雙扣過我的才華而扣到你 Cross這雙鞋是非常之不一同 平時還是穿迪斯尼卡、NINAzarke Cross又有這將鍋, Unde furniture 我覺得很棒 加上這雙鞋的功能 當時導致她打入餐飲業與醫護行列 有醫生說她可以防血漬 廚師貪她夠防水 而Cross也也專門推出一個系列 叫關吉巴士 把 aromatic和儲藏 tätä間衣服 因為我以前不知道這雙鞋 是一些廚房人你一定穿的 後來拍《味味道來故事》的時候 進廚房就點廚師、牛腦等 全部都是穿這些鞋 穿這些鞋就不怕會濕著 很快乾 除了最經典的Cross Crock 其實他們都有出過其他鞋款 有Good 有良鞋 有厚底的 有平底的 有毛的 沒毛的 都有 當Cross發展得一帆風順的時候 他迎來了生涯最大的危機 2008年 遇着金融風暴 Cross 同樣都不能幸免 他直接虧了 1.8 億美元 股價大些 還要財源 2,000 人 當時就有分析認為 Cross 太耐着 令客人回頭率低 是其中一個致命點 加上有人認為當年Cross Cross 急速擴張不同的產品線 搞到生產過剩 當時的Cross 陷入破產邊緣 很多人以為Cross 要從此告別大家 之後那幾年 Cross 重組了一個規模 刪減了生產線 保證沒有唔當 時間快轉到十幾年後的今日 他居然還躍升了做潮流的指標 Cross 其實沒有想過要令全部人覺得他漂亮 而是將醜樣這個特質發揮到極致 他們在2017年宣傳自己的牌子理念是 Come as you are 是穿着Cross 去展現自己的性格 而其中一個最好處的策略就是 他們的膚線產品Jubus 即是可以用來裝飾鞋面的飾物 嘩 它是一雙鞋 Black Panther 麻雀怎麼扣上去 這個八萬 我喜歡 這件事挺香港的 嘩 這個真的很噁心 這個質品味真的很惡劣 但這個可能就是這個年代的Punk 因為現在的rapper 其實是穿這些東西 我喜歡這個吉鞋子 即是如果給我這些 很喜歡買不同的東西 而且每天都不相同的話 我覺得蠻有趣的 一對Cross 最多可以維持到26粒裝飾 但Cross 出版了超過400款Jubus 有不同圖案標誌 食物 卡通電影人物 本地化設計都有 不少網民都在網上分享自己對Cross 的設計 還有人自製Jubus 多浮誇都有 在2020年疫情爆發的一年 大家對舒適衣物的需求上升 Cross 的銷量逆時約升 Jubus 的銷量更加比起前一年多了一個Double 這雙鞋叫小哈臣 左邊就是我喜歡的一些東西 小時候我很喜歡這樣可樂 你好像以前拿Marker來游白白魚的感覺 它是善用了這個洞洞的設計 變成多一個方法去表現自己 雖然是賺錢的很聰明的方法 但我也挺喜歡的一個方法 可以讓你在低成本下自製 做到個人風格 這件事也挺美好的 我相信是 是的 但是我不喜歡 由一零年代尾開始 Cross 就頻繁與不同的名牌 設計師合作 例如與巴黎世家合作出了 對接近港幣4千元的高跟鞋 有點像 平時公園的椅子 到與KFC 7-11 出Cross Over的鞋款 一潮蔓延到歐美 韓國明星都紛紛穿著它 Post Malone Blackpink 的自修 Justin Bieber 還穿去紅地毯 有用家會將Cross 變成收藏品 在網上分享自己的收藏量 關於Cross 的討論 好像已經不止它是醜樣的鞋那麼單一 截至2021年 Cross 的年收入更加達到23億美金 但我真的看到現在很多KOL都會穿 為甚麼呢 我也是無法說服我 只可以說不適合我 其實我問那麼多位同事 也只有一個喜歡Cross 的 真的嗎 個人我未必覺得他很醜 我覺得他獨特的時候 我會對他有興趣多一點 因為少些人喜歡 如果我可以在見面上 馬上讓你知道 這個人不是很基本的 是有些奇怪的 是可以凸顯到我的性格 其實早在2005年 他們就出過一個廣告 Ugly can be beautiful 回應大眾對醜的看法 推崇我們要保有個人的獨特性 到十幾年後 這種價值觀似乎慢慢地被表現出來 這雙鱷魚鞋在今時今日 已經成為了一個潮流 item 雖然應該還是很多人覺得它很不美 但當我們提起Cross 你都一定知道我正在說它 因為無論你覺得它漂亮還是醜 它的獨特模樣 早已在你的心目中 佔有一席之地 我現在對了 蛤?黃色的 麥克 麥克 麥克風的背景 你看看它穿黃色的鞋 穿上一些鬆身褲 多噁心 穿上尼真道狗狗的髮型 很噁心 比方保持人員 好 紅色的鞋 有白色 可怕 麥克風的鞋 穿上車 正在被音聾